算是比較慶幸的網友 還可以回到自己的家 因為陳靜發是里長 陳靜發的太太李春貴 是竹東里的里長 兩個都很幸福 而且對人很好 所以楊韻庭他的臉書 他是說 他在碰到這麼大問題的時候 這麼大的事情 他還不忘退費給李明 其實看得還滿鼻酸的 他說如果真的按照鄉民說的方式疏散 搞不好高雄市的人口 大概會直接減少1分之1 因為那時候大家都在路的 他說大家不知道的是 花媽住的地方離爆炸點只有100公尺 他不知道 關底也在災區 在開山路和山島路 市圍 市圍 在五款國秀的隔壁 那麼近 對啊 還在那邊 那邊北十多府那邊開始 而且他說市府關底也在災區範圍內 倒也沒有看到花媽出來靠北什麼 反而他對罹難者家屬不停地說對不起 這種胸懷 我想沒有幾個政治人物做得到 然後其實你是 你也是媒體的 所以那些人說 十一點五十幾分 放後你就去現場了 是啊 你那時候又有聽到繼續放嗎 有啊 繼續 那個情況是怎麼樣 我想現在在網路上面 有團過來的鴉片 對 其中有一個鴉片是為他們家大樓上面下去攪拼 這樣攪拼的時候 他在跟他們老朋友說 因為他們老朋友 要放對不對 他們老朋友說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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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報嘛 連續報後 他們男朋友就跟這個 他們老朋友說 你看 叫你不要出來 你如果現在出來 不得把他抖到就是你了 還有 還有 你說疏散的部分 這個時候很為難 你知道嗎 我們在現場 我看 看那個 那個磅到的時候 那個什麼呢 那個 冷孔蓋 冷孔蓋 是都這樣穿起來 都要整個穿起來 你如果在路人 你如果要疏散 我真的要疏散 趕快要疏散 對 到底是要疏散也好 還是沒有疏散也好 其實在那個時候的指揮官 真的是非常的兩難 因為 你磅的聲音很大聲 很大聲 很大聲 那個 那個 因為那個是冠名 冠名 冠名都大家 比較沒什麼聲音 所以說你會很清楚 有人在前景 在新興 都會聽到冠的聲音 所以那個 那距離是什麼 距離差不多五公里 五公里要聽到 五公里又聽到 五公里又聽到 拚到很多聲音 那天晚上 你如果在高雍市區裡面 高雍市區所有的消防隊 都動完起來 所以路上面有沒有 就在這個 都在急 我們是洪山 前景 它離鳳山很近對不對 對 對 交界點而已 高公路就是風山 剛好是我們相對 兩個大隊 剛好就是以凱旋路作為交界 它的區域範圍 它的範圍 救災的範圍 剛好就是以凱旋路作為範圍 你去現場 還在訪的時候 你搞清楚狀況就沒有 不知道 根本不知道 我那個時候 阿強會打下去 那天高雄市民的形容是說 打雷加地震 距離很遠的地方 他們一直以為在打雷 打雷就沒有火光 但是那個時期也有火光 你在家裡 你只聽到 只能聽到聲音 然後你就覺得 好像房子有一點搖 那個 是距離五公里了 很遠的地方 如果很近的地方 是不一樣的 對 他們是這樣形容的 有人說像以為是炮彈對不對 對 而且其實 其實在十點出頭的時候 在瑞榮路 還有在岡山西街那邊 已經有爆好幾次了 小的啦 對 那是比較小半 人口那邊噴起來了 然後那時候瑞榮路那邊 已經有起火了 那剛剛 十二 十... 十一點五十七分爆完之後 又大概還連續半個小時 又有大爆炸 附近臨近還有再繼續大爆炸 那一直在延續下去 我就會有的突然 就是說之前一定是他會爆他 他會燒到你知道嗎 那時候就是覺得 奇怪的 他在土壇裡面排水管裡面 被他放到 對 都這樣穿起來 那個時候其實 就是這些化學物品 已經流到我們的香含裡面去了 所以說會爆到這麼大 其實很多消防隊員說 我也是按照SOP來處理啊 對不對 那個輻射熱 對 那個輻射熱 我把它阻絕下來啊 我不知道說香含裡面會這麼多 所以沒有一個儀器可以確定說 地底下目前的狀況是怎麼樣 所以防疫威力這麼大就是這樣 所以那時候 你當時在那裡是 不好意思 你當時在那裡還在防疫的時候 你遇到掩蔽物嗎 好 我是走到機械 因為我們家 我們家離這個博財庫營 差不多六百公尺 有也很近的 對 很近 很近 所以你在家裡聽到第一聲就聽到了 是 是 是 它扁到的時候 扁到的時候 我就知道了 我就知道了 因為之前我們媒體的朋友 就在聯絡說 哇 這個庫營裡面 開始紅色了 因為有一個氣體外洩 你就知道了嗎 我剛才說過 高雄人氣體外洩 恰恰有你勒 對… 恰恰有啦 真的假的 7月初的時候也有發生過 你當時你說 所以不以為意 你就想說 氣體外洩嘛 不要出過這麼大的事情了 你就想說 氣體外洩 這個新聞應該是還好啦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還好 但是你看事後看起來 結果扁第一聲而已的時候 扁第一聲我扁到 我們那個 就是我們的專業 扁第一聲的時候你在哪裡 那時候又在家裡 那你聽到的那個第一聲 是多大聲你的感覺 你在家裡600公尺聽到的感覺 我剛才那時候 都說火大大 我真的 你有沒有營過火大大 我們站到 看那個三軍演訓的時候有沒有 有那個蹦蹦蹦的有沒有 就差不多那種聲音嘛 當時你有看到火光嗎 有 在600公尺外就看得到了 我喔 歐洲馬上我就營出來了 因為我知道說 那個時候開始有氣體外洩嘛 還蹦了我就知道 這吃辣了 你當時認為 就蹦這一次就 我就是一次而已 因為蹦一蹦一蹦就很怕 這樣 我好像奧車外出來了 哇 很快 安全帽子這樣掛著 啊 沒用好事才會站起來 現在讓沿路看 哇 旁邊扁扁了 我最重要的是 你從什麼路 我是住這個蘇維樓這裡 四圍 對 四圍樓 四圍樓這裡很扁過 那管仲路一樣 哇 那車有沒有 那車扁到90度扁過去 你去的時候就已經都這樣了 那時候你都扁了 所以說你沿路在看的時候 你就很怕說 是發生什麼事了 那時候也不知道到底是 是是 那你還繼續前進 那時候沒去不行了 做事情了 我可以說你一看這個 這個大新聞 這個媒體 我隔天可以 因為我是廣播電台 我們隔天可以 我整個月沒睡了 我們照理說 我隔天7點連線 6點一定現場這樣 就在那裡電線了你知道嗎 我在那裡補 那時候還知道我們媒體記者還有受傷 那是很嚴重的新聞 現場 現場那時候現場一邊的時候 就死的人翁上去了 不知道說因為後面 會再帶這麼多人 因為那時候 晚上 邊的區域這麼大 你也生活文 我說我邊條例 那你怎麼知道要騎什麼路線避過呢 你黑壓壓的 我坦白說我們也不知道 你有可能騎過去就邊了 有可能 有可能 這都有可能 但是說我們現在就是說 我們事後 我們的事後諸葛嘛 你也不知道說了解多少 但是我們就是一分專業的心情 我們就拚到現場去了解 去看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請問吧 因為那時候管制其實是管一 二聖跟一星 其實三都沒有管制 沒有 對 所以上次不就有一個單親媽媽 就看到二聖一星是管制 你這樣去現場 對第一聲 跟一聲一聲一聲 你聽到多少 最少三聲到四聲 三聲去四聲 總共七聲嘛 大聲只有七聲 因為這間隔 是在湘海裡面流竄嘛 對 所以下水道裡面爆出來 我看到那個火 我都從荷蓋這樣撞出來 你還有看到火 有啊 我有看到了 我還撞出來 那時候你看到都嚇一跳你知道嗎 想說奇怪才有這種情形 我那時候看到 我在樓林 一定看到一個島在那裡 它島在那裡 因為旁邊之後 它們站到樓梯 它可能在我的頭前 它旁邊之後 過的人都 它們都撞在旁邊 它們都嚇一跳嘛 都撞在那裡 那是十五個小孩 我看它島在那裡 我比較近下去 我說我給你打119 我給你打119 我打119之後 我那時候119都盲線了 對 打不通 打不通 打不通都盲線 給它說我給你打119 我也在那裡等 打到通為止我告訴它 他說先生我們現在馬上 現在好像進來的電話通數相當的多 那我們會趕緊過去 我們會趕緊過去 我想說不然這樣 我給你叫 開電車好了 我給你開電車 你當時還有開電車嗎 我那時候就用叫的了 你用那個叫車 叫車叫車叫來給它送 我給它叫好小人 這是開的過來 那時候在那個所在管仲路還可以 管仲路還OK 但是你管仲路 剛才價差不多500公斤有沒有 那個就恐怖了 又價500公斤 跟前頂分局頭前那裡 一新路 那什麼 一新路 一新路那裡 那個時候整個就是我剛才說的 中石化的舊廠區的旁邊 整條旁邊我到現在看到都傻了 因為我差點掉下去你知道嗎 你如果沒有注意就掉下去了 那沒有關節的時候都沒有關節嘛 所以說 炸到一個大瓣就對了 對大瓣 整個湘涵就炸開來了 就等於就整個翻開來 國元說的這一新路 一新路的狀況 就是中石化的圍牆旁邊 這是中石化的圍牆 中石化的圍牆 幾乎整個 而且它一新路很長 好 那一新路本來的樣子是這樣子 你看一新路 一新路本來的樣子是這樣 結果後來一炸就變這樣了 李宏 你在看 以前那裡有沒有 那就是前頂分局 對啦 你看前頂分局它會用旁邊 還有三道路 那個三道路的小王堆也有旁邊 車都開不出來 他的小王車都開不出來 像說一塊要出來執勤的有沒有 因為它自己本身就是災民 那個補充一下 一新路是整個一新到石犬裡面 最舒服的一條路 為什麼它舒服 因為它旁邊的房子都不是很高的 大概頂多就是二、三層樓 三、四層樓 那裡面有幾家銀行街券商 那補充的時候 其實兩邊大道都有樹木 其實一般走那條路 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你從一新到石犬 這條路是最美的 就被一炸 你看整個路幾乎都翻掉了 你還想要這種石化業 埋著管線多可怕 其實他在講那個故事的時候 我腦海中就最近 因為我以前跑業務的 那以前一新上面 有幾家銀行跟券商 我都要過去 所以在講的時候 那畫面就出現 這麼美好的城市 有銀行被炸掉嗎 沒有 銀行稍微比較 銀行要裡面一點 對 所以還好 這次其實你看 這個就是最嚴重的 二聖跟凱旋路口 這是二聖跟凱旋路口的 原來的樣子 本來很漂亮 本來是二聖凱旋路 好 你現在看 先記好這一棟 沙咖湯 遠遠的 來 你來看 這個大樓 現在這個大樓就這樣子 這個是凱旋路 尾條 那個大樓就是原來的 沙咖湯 就是這個 好 那現在 這個沙咖湯還在這裡 對不對 你看整個凱旋路 有看到沒有 整個凱旋路炸到後面 炸到路尾 對 而且你看那個屋子 是不是 無關 用